主内平安 现在让我们听一位圣人的故事 向他学习如何爱主、爱人 六月十三日 圣安东尼巴都亚 St. Anthony of Perdu 圣安东尼,原名费纳多 Fernando 1195年生于葡萄牙 自幼根里斯本神职班读书 15岁时,加入私底团为团员 两年后,加入普国首都可因波拉城修院 1220年,第一批在摩洛哥殉道的方济会士的骨骸 被带回到可因波拉城 安东尼对先烈为主舍身的应用精神非常钦佩 立志布他们的后尘 岁于1221年入方济各会 见到了圣方济本人后 被指派到意大利北方的省区去 他在修院里,除了念经祈祷外 担任洗刷餐具等杂物 他的才学,没有受到大家的注意 1222年夏天 安东尼参与了几位兄弟的敬夺礼 晚餐后,应院长要求讲道 他那篇讲论基督服从致死的道理 使在场的所有会士都大感惊奇 从此,圣人那隐藏的天赋就被揭露出来 很快的,安东尼就被指派给会士们教授神学 过后,被派到意大利北部传教 当时,异端邪说正在泛滥 教徒多数是有学问的 安东尼引证圣经 介绍天主真道 不遗余力 对异教徒有颇深的影响 有异端之锤的美誉 教宗尔伯略九世 有一次参加旁听 听到他引经据典 口若玄河的正道 不胜称赏 1231年 安东尼在会院里病得极其严重 在回往巴都亚的路途中 领受了富有盛事 6月13日 在郊外的一个小村 与世长辞 享年近37岁 第二年 即由教宗尔伯略九世 列入圣品 1946年 教宗彼约十二世 封他为圣教的圣师 并追封他为福音博士 他在教会列圣的历史中 仍保有最快被列品的记录 圣安东尼是一位常显灵迹的圣人 信友们对他的敬礼 持续不衰 圣人是葡萄牙的主宝 旅行者的主宝 孕妇和不遇妇人的主宝 穷人的主宝 失误者的主宝 以及航行者的主宝 谢谢您的聆听 愿上主祝福你 平安喜乐 平安喜乐 旅行者的主宝 旅行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